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为了这事 毕毕跟我吵了一架 他说 他说如果我不把钱尽快还给你的话 他就报案 让我进班房 这是你的想法吗 不不不 也不至于 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 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 出了大事 死了人我得赔人钱 现在我没有钱 你能还多少还多少 不行我 我十分都还不了 钱都被我花光了 我可以用其他东西抵债吗 这 这 什么 房 房产吗 比房产更值钱 你去看把衣服穿上 从今天开始 我永远属于你 找我 干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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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不要脸你 我不要脸 你打我 你不想解决问题了吗 你想用几张照片把账抹平是吗 没那么容易 我看你还是 进来坐下聊聊吧 进来呀 赵梦 你不怕我报警吗 怕什么 我赵梦一事五成 可不像你 你只要度过目前这个难关 还是可以东山再起 不过我要是把刚刚的照片 流传出去 你宋大江的名声 将会遗臭万年 好好想想吧 你想怎么样 考虑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就不多要了 再给我五万块梨花 我就把底片给你 记张照片 你敲诈我十二万块钱 你真是个会计 很会算账啊 这叫物有所值 讨价还价 不是你宋大江的风格 五万块 少一分都不行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我 你可以走了 后天上午 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付 你可以走了 我算是把账门给看透了 你明天就算把钱给了他 他把底片还给你 这事也完不了 他肯定把底片复制了很多分 今后还会没完没了地敲诈你 大家 赵梦自认为证据在手 你奈何不了他什么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将计就计 通知宋大将 明天上午一起收网 同时行动 是 是 通知宋大将 明天上午一起收网 是 进来吧 进来吧 钱呢 你还是挺想信任的 你不配用信任这两个字 可不可以掌梦 看在我们一通插队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说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我不妨说话告诉你 从进公司第一天 我就看见你跟陈月清 两个人恩爱爱 成双入队地进进出出 每天住着大房子 开着好车 穿着漂亮的衣服 我心里不平衡 我赵梦是名牌大学毕业 为什么就比不上你们高考落榜生 我觉得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从进公司第一个月 我看到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就断了这根念头 也是那个时候 拿了你的第一笔钱 有钱的日子多好呀 每天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是爱钱 难道你不爱钱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的钱是我通过劳动证来的 你呢 你别管我是怎么得来的 我只要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行了 你一共拿了我多少钱 不算在一次前前后后 拿了你十二万块钱 还有问题吗 那你可以走了 顺便说一句 大江哥 谢谢你让我过上好日子 你的好日子 来了 什么意思 重新公司第一个月 我看到财务报表的时候 连结 好 他他顺便 你五指 表辰 甄骊 平安 偿毛 走吧 连结 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赵梦 我真没想到 咱们会在这个场合 以这种方式来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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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呐 外婆 外婆 有人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吼什么吼啊 这房子也太破了吧 我睡哪个屋啊 你睡哪窝 跟我走 来来来 瞧声啊 进来 这就是你的床 我房间里为什么要放两张床啊 现在房子小了 以后啊 你就跟外公外婆住一个房 大床呢 外公外婆睡 你就睡这张小床 我不要给你们睡一个房间 我要一个人睡一间房 新房子卖了 这个老房子真有两个房间 我们真正睡在一起啊 我不管 反正我要一个人睡一间房 把大床搬出去 你叫我们搬出去 搬马路上去啊 我们可以搬到爸妈房间里去嘛 什么 叫我们四个大人睡在一起 那多不方便啊 那我跟你们住在一起 就更不方便了 你 你又什么不方便 小孩子家家什么不方便 我干什么你们都要管 你说能方便吗 哎呀 你们要是不肯搬 那就把小床搬回原来的房子里去 小祖宗呢 这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 人家的房子 你怎么搬得进去啊 可以再买回来嘛 口清飘飘 你有本事 你去把房子买回来 你有没有本事啊 小小 回来 你有瞎说什么了 他要乱跑了 就把他抓回来 去去去 我才不去呢 我累了 我要躺下了 你自己躺吧 行 对不起 清德了 你是 我是阿坤的老婆 我不认识阿坤 就是那个 冲到你家里去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房子卖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吗 我们家是应该由我做主 现在房子不卖了 你赶紧给我出去 不卖了 谁说的 我说的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 你不知道了吗 赶紧给我出去 妈 赵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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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的野小子 这我家 现在不卖了 东西通通给我搬出去 你是松总家的儿子乔生 是我 买房子是大人的事 你不懂 有什么事 叫你爸爸来 走走走 要走 你们走 我猜不走呢 我今天在这儿住 走走走 你放开我 走啊 你放开我 走啊 你放开我 走啊 你放开我 谢谢你 谢谢你 太过分了 他跑到我们家里来 说房子不卖了 把我家东西往外扔 这孩子太小不懂事 有没有摔坏什么东西啊 摔坏了我们赔 摔坏东西是小问题 关键是叫你管好儿子 不要让他再到我家去闹 我就一个宝贝女儿 万一给他瞎出毛病来 怎么办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保证他以后 不会到你家去闹去了 道歉无所谓 不就是孩子们 只要他以后不来闹 就没事 行行行 保证他不来闹了 好 那我走了 我送送你啊 不送 不送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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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你怎么回事你啊 那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跑到别人捣乱干什么呀 让你爸知道 看怎么收拾你 我不想跟外公外婆 睡一个房间 我要一个人睡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外公外婆从小把你给带大 跟你住在一起 不是为了更好照顾你吗 一点都不好 我没有自由了知不知道 没有什么自由了 没有玩游戏的自由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这个自由就不能给你 你要是不想跟外公外婆睡啊 你就睡到大马路上去 去就去 你这 干嘛呀你呀 回来 算吧说得不对行不行 现在家里不是遇到了难关吗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啊 等将来家里有钱了 买了房子 一定给你单独一间 说话要算数啊 当然算数 那你够五块钱 给五块钱干什么呀 不 不给算 你给我回来 那给钱 这还差不多 卖蛇了看看啊 今天的蛇 来看看啊 大的十元一条 小的五元 这有多少钱一条啊 大的十元 小的五元 五元买 买条大的行吗 那也不行啊 五元钱我给你挑一条 不大不小的行吗 行 你借来给我挑大一点的 好嘞 我借来给你挑大的啊 要剥皮吗 不用剥皮 我借来拿走 好 好 卖蛇了 卖蛇了啊 卖蛇了啊 妈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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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啊 怎么了就是 啊 有 有蛇 有蛇 蛇 你快去 你快去快去 好好好 我看看啊 有没有咬到你了啊 我 这这这又是哪个 那那你快去把他抓住啊 我怎么管扎蛇呢 那你把他赶走啊 我不敢干涉的呀 那怎么办呢 我们 我们打110报警吧 110只管抓坏人 他不管抓蛇 有困难找警察 那我打个电话试试看 你快去 喂 你好 吉庆桥派出所 不是 我 我们家里发现的 叫大蟒蛇 什么 大蟒蛇 老张 有居民家里发现的 叫大蟒蛇 家里有大蟒蛇 这 这大蟒蛇 归咱管还是不归咱管 咱不管谁管 你赶快问清楚地址 告诉他 我跟你马上过去 快去 好好好 喂 你好 请你把详细地址告诉我 别发别发啊 冯老板 这是你说的大蟒蛇吗 我怕缩小了 你们不来啊 以后报案 实事求是 我们人民警察 不管大案小案 都会管的 好好 就是啊 我们肯定管的 好啦 那就这样 我们走了 好 麻烦啊 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没事 没事 喂喂喂 我送到江 江里利小姐你好你好 哎 上海的三十六 三十八个好好好 几点到 十 十一点 好好好 我安排没问题 好嘞 放心吧 喂 四十五个 十二点到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我给你安排啊 喂 十二点六十个 哎呀 颜总啊 你这样 带他们多转几个景区 最好是 到一点左右过来 好吧 好嘞好嘞 哎 麻烦你啊 好嘞 哎 冯老板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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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屋里头 宋总不在 哎呦 真是鸟枪换炮了啊 这房子不错啊 还行吧 正好赶上政府拆迁 给了一笔那个拆迁款 嗯 就买了一套大点的 不错 不错 这房子有气派 哈哈哈 最近股市怎么样啊 不提了 那个交易市场啊 是骂声一骗了 我的那两只股啊 嘿呦 碰上六个低停满 把我跌的是粉胜碎股啊 哈哈哈 你不是有人给你提供 内部消息吗 怎么不早点割肉啊 来快坐 哈哈哈 那个提供消息的那个人啊 进班房了 哎呀 现在不是割肉 现在是骨头脸皮带肉一起割 哈哈哈 啊 不提那个股市的时候 提了心烦 我想问一下 那个 听说乔生这次大学也没考成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哦 我插队是一个小姐妹 现在定居加拿大 嗯 前两天啊刚回国 我正和她联系 让儿子啊 去加拿大读书的事呢 哦 出国留学啊 那好啊 能不能跟她说一下 把我女儿也带上 她们两个人一起 可以有个伴们 那就太好了 我还愁孩子没有个伴呢 你女儿要是能去啊 那最好不过了 哎 过两天我那个小姐妹来东吴 到时候我跟她说一事 肯定没有问题 好 那就拜托你了 好 好 好 巧思 今天说什么呢 也不能输给这个红毛 我要输给她 我的不幸送 好 你们两个 我再重复一遍 赢了的人染红头发 输了的剃光头 弄头发的钱 得有输了的人买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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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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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准更棒好吃 来来 这准更棒的好吃 来来 先吃 今天 你的蟹黄缩筋包这么不错 评良心讲 前国任何地方 都没办法吃到它 东吴这个地方 太小了 开到上海去 我帮你发大菜 二 这个地方我们会去的 地方我再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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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人帮我帮你去 好 好 我回来了 怎么了 没见过吧 东吴城第一个 上街回头率啊百分之百 你搞什么玩意儿啊 人不人鬼不鬼的呀 小生啊 我黄头发我见过 还能看得下去 你这红头发我实在看不下去啊 我迷头发 就是以前上海有红头阿山吗 他头发也不是红的呀 是的呀 你土不土啊 黄头发早就过时了 现在都流行这红色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般人染得起的 染这一头发 够买自行车了 啊 什么 哎呀 花那么多钱 弄得了像个红队差影 你成死了 我没花钱啊 这是我开赛车赢的 这是我胜利的标志 瞧生啊 你都多大了呀 你马上到上大学的人 你每合丑分不清楚啊 就你这头红头发你爸看到 非气死他不可 哎呦 你们 你们几个我真服了 哎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跟上时代啊 真要命 什么跟不上时代啊 我跟你说 实在是在进步 但是呢 有不少洋垃圾涌进了中国 你有那个识别能力吗 就你这红头发 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 我们全家人都接受不了 更别说你爸了 那你爸看到你这个红头发 绝对没有好果子让你吃 赶紧把它染回来 哎呦 现在多晚了 都关门了 我上哪儿染去啊 那你啊 赶紧回去睡觉去 别让你爸看到 明天一早把它染回来 听到没有 回睡觉去 真受不了那些土豹啊 真没办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哎 瞧声呢 和我睡觉去了 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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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她就睡了 是睡了 把她叫一下 我有话跟她说 她好不容易早睡一次 就让她睡睡睡吧 明天一早有事再说吧 我敢打赌她没睡 你信不信 我叫她 叫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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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有事说 我也已经睡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就要现在说 赶紧给我下来 什么事啊 非等我上去是不是 快下 什么事啊 你 你 这是怎么了 哎 有点头疼啊 哎呦 我以为你偷地雷呢 头疼吃药啊 我这铺毛巾 有什么用啊 弄哪哪哪哪 来 你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呢 啊 这弄得跟大公鸡似的你啊 啊 赶紧去把她给我剪了 剪了就成光头了 光头就光头去剪 我不 你不 我替光头 你不替光头 你等我动手是不是 明天染黑了不就行了吗 明天染黑了 明天一早一染黑了就完了 我等不到明天 行了行了行了 多大点事 快上去了 走了走了走了 明天一定染黑 我刚才染她染了啊 明天一定染回来 放心 放心 真净的好东西啊 负责价值啊 真正的古董啊 真净的宝贝啊 根据省文物专家鉴定 这是明代永乐年间祭照的啊 真 小伙子 你这种佛像 多少价肯出手啊 先生 既然你真心的想买的话 我给你开一个真心死价 一万块 一万块太贵了呀 大哥大哥 让我看看 哎呦 您这尊佛像 可是西式文物啊 大哥 您给开个价 一万块 少一分都不败 拿过来我看看 看看看看 这可是明代的青铜柱子佛像 至少得值三四万 你才要一万 价格这么低 对 该不会是假的吧 那那那不会的了 这里呢 全国鉴定专家开的证明 这是省文物局的章 如假包换 货真价实 一点都不假 是啊 上面有章子 绝对是真的吧 确实真的 不过你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出售呢 说起来 家中 不信我父亲 父亲症病的 家里在台高速 然后医院的最近要通知我 要给我父亲动手术 没钱了 我这是 医保换命 是没办法 哎 大哥 你这尊佛像不是要卖一万吗 一万 我要了 呃 那个两位先生 是这样啊 那我一开始 跟这位老先生先洽谈了 当时我开口是一万块钱的这个价 那现在我就得 先看一下这个老先生 他一万块钱 你你 那你要不要的话 我可以再跟他们商量 小伙子 你讲信用 不要了 小伙子 您家坐啊 我不用见 我信任过您 再见啊 福寨一定会保佑您啊 哎哎哎哎 再见啊 坐好啊 好好好 哎哎哎老先生 哎您这是假的 您肯定上当了 哎呀 小伙子 你说什么呢 你别吃不到葡萄 咸葡萄酸呢 啊不是 不是好东西 哎哎哎哎哎哎哎 刁三顺 喂 是东屋公安局吗 对 我是 你说 我是深圳公安局刑警大队 我们接到有人报警 疑似嫌犯刁三顺 在我们深圳出现 并在街头搞起了文物诈骗 好 谢谢你们大力配合 我马上派人前去深圳实施抓捕 好的 谢谢 喜欢吗 真喜欢 我可终于等到你了 曼玉啊 你说牛郎之女 她每年都能在七夕相会 我们俩连牛郎之女都不如 亲爱的 人家牛郎之女 是天上人间一对有缘的夫妻 咱们两个好像还是 恋爱中的朋友呢吧 我这考察期也太长了吧 你要考察我到活年马月啊 好 那本姑娘现在告诉你 已经到了决策前的最后考验了 真的 考察马上就结束 我要转正是不是 那得看情况 这人家在那儿还好吧 还行 今天晚上萧店户所有的至亲 为你接风 真的啊 全都在啊 全都在 太好了 你看什么呢 曼玉 你等会儿 你干吗去 姑娘 清晰 怎么了 看看你的包被偷了吗 四眼 我的机票 我的护照 还有五千美金不见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呀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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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跑啊 大哥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呢 我 我没干嘛呀 没干嘛呀 那这包是你的吗 这包 包是我的 那你看看 这是你的吗 这 这不是我的 现在这个包是谁的 这 这回 这包不是我的 哦 招了是吧 招 这招了 带走 走 走 是不是这个包 是是是 看看东西少没少 都在呢 那就好 赶紧登机吧 行 谢谢 谢谢 大江月清 上次你们说那个 留学加拿大的费用最大的开支 除了学费 也就是住房了 每个城市的房价都不一样 我们蒙特利尔要便宜一些 但是一般那种单身公寓 也要五百多加币左右 但是这种单身公寓呢 是设施非常齐全的 带着被褥可以直接入住 里面有二十四小时的免费热水 然后有冷暖空调 就跟住酒店一样 安全舒适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的 那太好了 可以让乔森和我女儿莉莉 合作一套房子 这倒也有个照应啊 我们只要担心 这孩子身边没有大人陪着不行 那好 月清不放心的话 您可以陪读呀 对吧 我哪有时间去嘛 家里老人还得要照顾嘛 小房 那个大牛最近跟你有联系吗 联系了 死活不肯回东吴 说要是找不着刁三顺 没脸回来见你们 他在哪儿呢现在 在深圳呢 在深圳啊 那怎么生活呀 开出租呢 他怎么就知道刁三顺在深圳啊 当时那个龙头像分店出事的时候 他不是骑着摩托去追刁三顺吗 人没追着 可是夺回来一个皮包 警方在这个皮包里 发现了几个深圳的电话号码 所以大牛就认定了 说这老刁啊肯定在深圳 那刁三顺要是跑到外地怎么办 他就一辈子 前两天又给我说了一个情况 说是发现刁三顺啊 在深圳摆地摊 跟人合伙卖假文物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东吴警方 东吴警方跟深圳警方 在那儿蹲了好几天呢 可是老刁吧 他就不露面了 现在呢 人家东吴警方都已经回来了 可大牛就是不肯回来 那你赶紧劝劝那个大牛 别再降下去了 他抓不着他永远不回来了 这个家他要不要了 就是 大牛再跟你联系 你告诉他就是说我说的 抓坏人有公安局 别让他逞能了 月清啊 月清 来来来 林静来了 这个 还是你跟他说吧 你们父亲两个 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那个 你就为什么不能够去加拿大呢 我去干什么呀 我又不会外语 我去了也没法和人沟通了 这外语可以学呀 像你这样两三年不就不成问题了 对呀 就算我把外语学会了 我在那我干什么呀 我也当不了心警了 曼玉说了 说你不工作也没有问题 我知道他能养活我 那我不成了吃软饭了呢 这山女就别管了 好不好 再说现在国内形势这么好 发展这么快 我也舍不得走啊 也是 月清 你就不能换个思路 你劝劝曼玉回来不就完了吗 曼玉不是想回来吗 但是她父母在那边那么大的产业 她又是独生子女 那她父母她能不管吗 你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妈带给你的那些东西 你可别忘了吃啊 我知道了 你执行公共的时候小心点啊 别受伤 别让我担心啊 笑什么呢 笑你们俩啊 真般配啊 是啊 登记手续办完了 办完了 心里都脱运了 好 我记得这儿有一个丝巾店 那丝巾卖得可好看了 陪我去看看去呗 真不懂事 带来送人呢回头再说 你才不懂事呢 陪我去看看 好 好好 去一下啊 去看看去 你说这有钱人啊 这机场的东西多贵啊 他们都敢买 大理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傻吗 难道你就看不出来 人家是故意找借口 给咱们两个留点说话的空间吗 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靠得这么近 但总感觉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你知道吗 在加拿大 人家也给我介绍了好几个成功人士 可你说怪不怪 我总是拿他们和你相比 在他们身上 我永远找不到像你那种善良直率的影子 我甚至有的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反而会念念不忘你这个小皮匠呢 我这两天真是心神不宁呢 我一想到儿子马上就要去加拿大留学了 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 你这不是气人忧天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孩子从来都没有离开到我们的身边 现在突然要跑到圆在千里之外的加拿大 那什么事情都得靠他自己啊 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担心啊 这不是挺好吗 打一小我们就惯着他宠着他 让他一个人出去锻炼锻炼 很好 你不用担心 我们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不也一样啊 那倒也是啊 你刚才说什么 说什么把这个企业扩大 我这说我们的企业要做大 必须要向外地拓产 动物太小了 你看乔生马上要出国了 我们都有时间了 所以我想我奔深圳 你奔上海 好主意啊 那家里这一大摊的事交给谁啊 人选我倒是有一个 宋昭地 合适吧 外国老板还蛮看得起火的 经常要我参加他们部门经理的业务会 还点名啊 让我给他发表意见呢 那看这意思是要提拔你啊 同事们也是那么说的 那也就是说你不打算跳槽喽 那要看是什么企业了 如果说有前景更好的企业 我还是会跳槽的 春雷大酒店怎么样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呢 是这么想啊 想把这个企业做大了 最近我打算给你嫂子去上海 去发展 把这边的春雷大酒店 交给你 让你做总经理 你看怎么样 如果说别人的酒店 那我敢接 就是你的酒店 我就不敢接了 为什么呀 你看你搞得那么好 要是被我给搞砸了 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 我们酒店这么好的基础 再加上你这么多年 所学的知识 不会搞砸的